1月16号,记者从东航江苏获悉,在2020年春运期间,考虑到春运出行客流众多,为避免出现行李箱拿错等情况发生。 从1月份开始,东航江苏在南京路口国际机场创新推出自助行李托运服务和行李全流程跟踪服务,借助无线射频技术R5D不仅能提升行李全流程管控能力,而且还能为旅客提供行李数据实时查询服务。 该专用行李条与普通行李条的区别在于其内置一块特殊芯片,当旅客托运行李时,专业设备会将相关信息录入行李牌内嵌的芯片中,当带有芯片信息的行李经过分解、装机、到达、提取等节点时,行李数据信息就会被自动采集到后台数据库。 张岳告诉记者,该款智能装置不仅缩短了人工找寻的时间,还为旅客提供了贴心服务。 旅客可以通过他的手机的APP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找到行李查询,然后输入您旅客提取链上的末位六个的行李牌号,就可以知道你的行李什么时候直击的,什么时候在分检装车的,什么时候装机的,什么时候在对方站到达的,可以知道行李全流程的具体的时间。 这个数据就是比较实实准确,旅客自主去查询,有了这个之后就很方便,然后方便了我们大家寻找行李。 无线视频技术可以实现自动识别并读取芯片相关数据,较知光学扫码等模式,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旅客的行李数据信息采集率和行李追踪准确性得到明显提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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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